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杂》 很多人喜欢旅行 尤其是出国旅行 不过 当我们沉浸在新鲜的异国氛围 面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习俗时 我们并不会忘记自己来自哪里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旅行见闻 同自己的家乡做比较 因此 这种旅行包含了文化的自觉 甚至有某种启蒙意义 其实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波斯人信杂》 就是通过两个人在异国的旅行 来进行思想启蒙 这是法国第一部启蒙小说 也是最早的书信题小说 主线是两位波斯人在法国的旅行 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想 写在一百多封书信中 寄给远方的朋友 从政治 宗教 伦理 风俗等角度 比较法国与波斯 西方与东方文明的不同 在小说发表的十八世纪 法国的启蒙运动风头正盛 小说的作者孟德斯鳩 正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是想通过波斯人的眼光 探讨欧洲各国与波斯社会的利弊 并反省法国的社会现状 这种新颖的视角 理性的研究方式 以及其中的波斯异域风情 让当时的法国人独来耳目一新 从这本书开始 孟德斯鳩便将考察各地政治文明 作为终生事业 最终写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 名著 论法的精神 并推动了启蒙运动 在法国走向高潮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 孟德斯鳩为什么要选择两位波斯人 作为主人公 这是因为 通过这两个虚构的波斯人 孟德斯鳩能够更自由地 不受拘束地发表意见 从孟德斯鳩出生的1689年 一直到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 法国开始由胜转衰 对外战争频繁 国库渐渐空虚 民间人心动荡 势风每况俱下 当时 孟德斯鳩住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 他密切关注着时局 心怀不满和焦虑 可是 他爱着贵族的身份 以及与巴黎上流社会的密切关系 不便以本人的名义发表批评 于是 孟德斯鳩便借两个波斯人之口 抨击法国社会 之所以选择波斯 是因为波斯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也是当时不少西方旅行者的向往之地 例如 法国著名珠宝商人夏尔丹 就曾两度驱往波斯 还写下了详细的游记 孟德斯鳩研究了这类游记作品 从中了解波斯人的生活习俗 性格心理等 塑造出他的波斯主人公 写下这部《波斯人信杂》 然后又十分谨慎地 以匿名的方式在荷兰出版 结果 这本书引起了轰动 据说当时荷兰的很多其他出版商 都很嫉妒波斯人信杂的成功 他们随便遇到哪个作者 都会满脸渴望地问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杂》续集 因为小说名声太盛 作者的真实身份 很快也就曝光了 一时间 法国上上下下都在谈论这本书 孟德斯就在文学界和上流 社交界都成了红人 书中的那些批评和讽刺 不仅没有给他招来攻击 反而激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 现在让我们进入小说 先来说说两位主人公 第一位名叫鱼斯贝克 他是个中年波斯贵族 性格沉静 喜欢思考 书中的161封信中 多数都是鱼斯贝克的通信 他住在当时波斯的首都伊斯法汉 家里有五个太太 还养了数以百计的奴隶 但是1712年 他抛下了一大家子人 与另一位主人公 他的好友瑞卡一起千里迢迢来到巴黎 一住就是九年 在这九年中 两人游历法国各地 将各种新鲜见闻写入信中 与远方的朋友交谈探讨 在全书的161封信中 有不少内容是对欧洲社会的讽刺 比如讽刺法国国王 以及罗马教皇 这类全欧洲最大牌的人物 其中第24封信特别有名 这是瑞卡在抵达巴黎一个月后 给他在土耳其的朋友写的 当时 法王路易十四的统治快要结束了 瑞卡在信中说 法国并没有西班牙那样的金矿 却显得比西班牙还有钱 国王横征爆脸 充实国库 建造宫殿 壮大军队 到处都将排场 国王还狂妄自大 他制造个人崇拜 恨不得让臣民相信 他能点石成金 法国臣民的虚荣心也特别强 总希望国家展现出足够的气派 其实法国国库早就空虚了 可是法国人从上到下 都相信自己富到流油 强大无比 接着瑞卡又把讽刺的矛头 指向了罗马教皇 他说 法国国王能够左右臣民的思想 但是教皇呢 他能左右国王的思想 他会让国王相信 三等于一 他也会告诉国王 人们吃的面包不是面包 喝的酒也不是酒 因为按照天主教的说法 面包是耶稣身上的肉 酒是耶稣身上流出的血 在此 瑞卡对天主教的教义表示了质疑 打破宗教对人的禁锢 推崇理性和科学 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宗旨 作者孟德斯鳩 正是在此表露了 他的启蒙思想家本色 书中也嘲讽了 当时法国社会的种种风气 例如第44封信 是于斯贝克写给一个威尼斯朋友的 他在信中说 法国人很爱虚荣 喜欢自吹自擂 上层的人看不起下层的人 而在同一阶级或者同一行业里 人们则是互相看不起 在第52封信中 瑞卡说 他在一个交际厂见到四位女士 其中一位80岁 一位60岁 一位40岁 还有一个才20出头 瑞卡分别与他们几个人交谈 结果发现 20岁的女士 嘲笑40岁的女士 40岁的嘲笑60岁的 60岁的嘲笑80岁的 嘲笑的理由都一样 那就是 他年纪这么大 还有涂脂摸粉 梳妆打扮 实在是可笑至极 瑞卡在信中问道 难道我们永远都得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鄙视别人的基础上吗 难道我们非要盯着别人的弱点 才能让自己开心吗 此外 书信里还嘲讽了法国人的狂妄自大 很多人自以为有见识 整天空谈政治 却做不了一点实事 很多法国人热衷于写书编书 可是这些书都没有什么新意 编书的人就知道东拼西凑 比印刷工人高明不到哪里去 这两位波斯人还着重探讨了社会伦理道德 他们在信中说 法国人不论男女都很放浪 男人爱嫉妒 女人爱卖弄 在第56封信里 于斯贝克提到了巴黎妇女赌博成性 他说 这些女人把丈夫都耗干了 在赌博中 年轻人挥霍无度 中年人生活放浪 老年人倾家荡产 相比于法国人 我们波斯人在这方面强多了 因为伊斯兰先知禁止我们赌博饮酒 从而让我们保持理智清醒 能够控制危险的情欲 但是 于斯贝克也常常在反思波斯的问题 实际上 他对波斯政治及社会的腐朽深有体会 在书中的第八封信中 他谈到自己为什么会离开波斯 他说 自己很小就进了宫殿 成长为宫廷里道德最高尚 思想最独立的人 他能够当着国王的面说真话 从不阿谀奉承 也从不像忙碌烦人那样 盲目地崇拜偶像 但是 宫里根本没有人欣赏正直高尚 反而嫉妒他 排挤他 他不得不离开宫廷 回到乡间 投身科学研究 他知道 欧洲的科学发展水平 是世界领先的 所以 现在又前往法国 于斯贝克自东向西 一路上经过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城市 看到到处都是残破衰败的景象 而越接近欧洲 城市就越繁荣 他感慨到 西方已经领先于东方一大步 就文明程度而言 法国比波斯先进的多 两个波斯人的很多言词都展现出对法国的钦佩之情 尤其是瑞卡 他在第24封信中说 巴黎的房屋比伊斯法汉更高 巴黎人比波斯人更勤奋 更活跃 在伊斯法汉 人们的节奏是慢的 每天骑着步履安详的骆驼出门 而在巴黎 人们不但用两脚行走 而且个个健步如飞 法国男人比波斯男人更加健康自由 法国女人和波斯女人则各有千秋 波斯女人更美 但法国女人更富有妖娆的气质 对此 瑞卡感慨说 自己一直跟波斯人的节奏格格不入 现在才算找到一些到家的感觉 其实孟德斯鳩并不是要在法国和波斯之间 分一个高下幽恋 这些对比都是他日常的思想操练 孟德斯鳩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研究者 他相信 人们可以像认识自然一样 凭借科学精神去认识人类社会 而最有意义的研究 就是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制度 风俗与文化 因此 在波斯人信杂这本书中 除了比较法国和波斯外 于斯贝克还在和朋友的通信中 比较过意大利和波斯的奴隶制 比较过古罗马和波斯的人口 并和朋友们探讨现象背后的成因 可以说 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杂中 广泛融入了自己对各地风土人情的知识 这种兴趣和探究的精神 也促成了他日后的代表作 论法的精神 除了用书信来承载思想见解 孟德斯鳩还细致刻画了波斯贵族的生活场景 这种异域情调展现了孟德斯鳩的文学才华 也是吸引欧洲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书中 于斯贝克一半的书信是与朋友们的往来 讨论宗教道德 风俗伦理 哲学等问题 还有一半书信则都是家书 九年间 他虽然没有回过波斯 却在不停地处理家里的事情 随着一封封书信的往来 读者逐渐了解 于斯贝克的后宫里上演着一些怎样的争斗 于斯贝克家的情况是 他有五个太太 比伊斯兰教规定的四个太太还有多一个 但他对朋友坦言 自己对他们失去了任何欲望 宁可一个人远走他乡 把这五个太太都交给了一群烟奴 由一位烟奴总管总负责 烟奴就是一些被烟割后丧失性能力的奴隶 虽然如此 于斯贝克依然出于焦虑中 他担心自己长期不在 家里会闹出什么丑闻来 果然他走了没有多久 这些太太以及烟奴总管 还有其他各色人等 就接二连三的给他写信 吐露家中的麻烦事和各自所受的困扰 有表忠心的 有发警报的 有告状的 举例而言 有一个烟奴死了 烟奴总管就在奴隶中选了一名出来 要阉割他来补缺 可是那名奴隶誓死不从 结果两个人一先一后写信给于斯贝克 都称自己是主人最忠实的仆人 也都告对方的状 收信后 于斯贝克回信给这名奴隶 准与他面受阉割 而五位太太的故事则组成了书中最精彩的文学篇章 一位太太在带着女儿上清真四十 女儿的面纱掉了下来 让人们看到了她的脸 这是违反伊斯兰律法的 于斯贝克得知此事后 命令烟奴总管鞭打这个太太 另一位太太和一个女奴关系亲密 于斯贝克得知后大发雷霆 可是他张冠礼带弄错了事实 写信把一个无辜的太太数落了一顿 一个名叫法特梅的太太始终想念于斯贝克 可是于斯贝克最想念的却是五个太太里最年轻的罗克山 他认为罗克山最贤惠最忠诚 可他不知道 罗克山内心一直很鄙视于斯贝克 由于不堪忍受丈夫常年不在身边 罗克山就给自己找了个相好 于是带坏了后宫的风气 他也由此与负责看管后宫的烟奴们闹得水火不容 当于斯贝克在巴黎住到第九年的时候 他的后宫里终于发生了大乱 性情刚烈的罗克山 毒死了好几个烟奴 自己也服毒自尽 由于通信不变 书信往来时间太长 有时候一封信从伊斯法汉送到巴黎 要耗费五个月的时间 因此于斯贝克的反应总是要滞后很多 这使得他的指令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他只是预感到后宫里争乱成一团 自己却无能为力 通过这些信件 读者更看到了波斯社会 种种不同于西方的风俗 例如极端的重男轻女 例如一夫多妻 以及续养奴隶和阉割奴隶等等 就像法国的风俗 让波斯人觉得新鲜一样 这些波斯的风俗 也会让读波斯人信扎的欧洲人 感到眼界大开 总的来看 孟德斯就通过于斯贝克家的故事 来勾画他眼中的波斯社会 这是一个绝对父权中心的社会 男主人在家中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 女人孩子和奴隶 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正如波斯臣民 也都是皇帝的个人财产一样 然而 一旦男主人不在家 或者因故不能处理事物 原先稳定的秩序 就会动摇瓦解 当这本书进入到后半部分 两位主人公的观察思考 也越来越深入 于斯贝克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 他的结论是 一个管理和运行良好的社会 应该是以道德为主要手段的 以德治国是最理想的状态 他在第八十封信里说 像荷兰 威尼斯 英国之类的欧洲国家 之所以文明程度高 就因为这些社会是更多依靠道德 而不是靠言行俊法来管理的 那里的人受了八天监禁或者轻微的罚款 就会修造的无地自容 从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罪 但在土耳其 莫沃尔 波斯这些东方国家 哪怕刑法规定犯罪 要被砍掉一条胳膊 照样有人大胆犯法 于斯贝克不止研究法国 他对其他西欧 中欧和南欧国家 都有密切的关注 通过观察和对比 于斯贝克认为 总体上来说 欧洲政治要比亚洲政治优越 比如在欧洲国家 触犯君王的人顶多就是背叛流放 而在波斯 同样的罪行却要被处死 再比如在欧洲国家 一个对君主不满的人会设法投奔国外 在那里拉起反对本国君主的力量 而在亚洲 一个不满君主的人会直接去行刺君主 如果成功的话 就自己取而代之 继续实施独裁统治 两相对比 西方政治更温和 更理性 而东方政治则充满了暴力 君王与臣民更容易离心离德 相比于斯贝克 瑞卡的观察角度更加微观 更多的聚焦于市井风俗 他观察法国人的穿着打扮 言谈举止 待人接物的习惯 他很想了解他们日常在聊些什么 贵族 知识分子 女士 贩夫走卒 不同阶层的人 各自都关心什么样的话题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 也是语言天才 成天炮在交际场所 结交各自法国人 正因此 瑞卡对法国最赞赏的 是这里的思想自由 性别平等 观念开放 他从赞叹地说 在社交场合 五六个男人和五六个女人 能在一起谈笑风生 这在男尊女卑的波斯 简直不可想象 他还说 法国人不仅一夫一妻 而且在家里 丈夫对妻子彬彬有礼 不能随便支配妻子 父亲对子女 主人对奴仆也是一样 家里起了纠纷 要由法庭来裁判是非 而法庭也不会袒护 有过失的丈夫 父亲和主人 瑞卡非常倾慕 法国的文明程度 她刚到巴黎几个月 就跟朋友说 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法国人 而不是波斯人了 尽管波斯人越来越多地 肯定法国的种种好处 但作者孟德斯鳩 绝不想简单地提高 法国人的优越感 让他们夜郎自大 实际上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 孟德斯鳩的职责 就是要批判现实 开启民智 激发公众去反思 政治社会中的种种弊病 在波斯人信杂中 他主要从两个角度 做到了这一点 其一 他把视野放宽到整个欧洲 让主人公谈论 法国以外的欧洲国家 像英国 荷兰 威尼斯等 使读者们意识到 法国的缺陷 例如在第104封信中 于斯贝克说到了英国 英国也是有国王的 但是英国王权 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 国王不能滥施权威 英国人认为 屈服与顺从 是最不值得称道的品质 于斯贝克说 所谓的大逆不道 不过是弱者 不服从强者的时候 被安上的罪名 而在英国 人民有权利宣布 国王大逆不道 这些话就像是 说给法国人听的 孟德斯就在启发读者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国王倒行逆施 我们该怎么办 其二 即使当主人公在谈论 波斯的某些落后现状时 孟德斯就也是 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的最终目的 还是在批评法国 这主要体现在 关于奴隶制的讨论中 我们上面提到过 于斯贝克家死了一个烟奴 总管就任选了一名奴隶 打算阉割他来补缺 这段情节虽然发生在波斯 却让读者领悟到 奴隶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 后来 于斯贝克再次提到 波斯的烟奴制度 他说烟割奴隶 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 烟奴是为了替波斯男人 看管后宫用的 但大量的奴隶 却因此不能留下后代 造成了奴隶数量短缺 削弱了发展经济的人力 于斯贝克这段话 所体现出的观点是 把奴隶当生产工具 而不是当人看 这种观点 触动了很多法国的读者 事实上 虽然当时的法国 并没有阉割奴隶的习俗 但奴隶依然存在 在波斯人信杂发表时 法国领地内的奴隶 将近一百万人 尽管这个蓄奴规模 不能与波斯相比 然而 孟德斯丘依然对此深恶痛绝 孟德斯丘认为 只要法国还有一个奴隶存在 只要欧洲人还在买卖那些 从非洲掳掠过来的黑人 还在不顾他们的死活 把他们丢到矿坑里去 开采金银 法国就还是一个野蛮国度 欧洲就还是一个愚昧的大洲 在法国 孟德斯丘是第一个 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 从波斯人信杂到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丘逐步深入 系统地谴责了奴隶制 法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位主将 狄德罗 曾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中 赞扬孟德斯丘的勇气 而在福尔泰看来 孟德斯丘是真正的启蒙领袖 他钦佩地说 如果说 有谁曾经为恢复每个人 与生俱来的自由和自然权利 如果说 有谁曾为形形色色的奴隶而战 那肯定是孟德斯丘了 他凭借理性 凭借人道 反对世上一切形式的奴役 波斯人信杂的大体内容 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说的两位主人公 于斯贝克和瑞卡 有着双重身份 他们有时是孟德斯丘的传声筒 作者借他们表达观点和态度 例如对法国国王的批判之类 但是有时 两位主人公本身 也会成为孟德斯丘批判的对象 特别是于斯贝克 对奴隶和女性的态度 孟德斯丘通过对 波斯社会风俗的展现 请示世人 引发法国读者的思考 小说表面上是两个波斯人 在观察法国 但是孟德斯丘的深层意图 则是让法国人 透过外国人的视角 深刻反省自己 于斯贝克和瑞卡的信件 也始终保持理性 沉稳的语气 让读者从中感受到 启蒙精神的表述 处于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时期 孟德斯丘可谓生逢其时 18世纪初 法国的君主专制 进入到衰朽的晚期 但言论还比较自由 社会相当开化 因此 法国涌现出了一批启蒙思想家 他们可以批评时政 批评的声音 也会受到民众的重视 正因此 波斯人信杂 虽然有不少讽刺当权者的内容 但并没有给孟德斯丘 招来当权者的激烈报复 在发表波斯人信杂的时候 孟德斯丘已经担任了波尔多法院院长 而到了1728年 他又一举入选了法兰西科学院 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殿堂 每个入选的人都被称为不朽的人 可以名垂青石 在这之后 孟德斯丘更能安心做自己的研究 最终在1748年完成了论法的精神 在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剧著中 孟德斯丘提出了自由 法治 分权等政治理论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 波斯人信杂对孟德斯丘一生的成就 有着奠基性的意义 孟德斯丘于1755年安然去世 这时的法国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三十多年之后 法国爆发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 君主专制被推翻 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 回溯往事 法国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 瓦雷里感慨地说 孟德斯丘虽然一生平静安逸 跟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好 但他的波斯人信杂 却搅乱了人们的思想 在人们心中播撒下了启蒙的种子 悄无声息地撼动着当时的法国社会 在孟德斯丘之后 福尔泰等人也继续传播他的学说 最终使得启蒙运动的烽火 烧遍了整个法国 好了 波斯人信杂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听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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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书笔记